- 財經中夥趴揪你來開趴 大家好 我是慶怡 我們今天要開的是共體時間趴 蓬勃公布最新的防疫韧性排行榜 結果咱們台灣一口氣掉了10名 來到了第15名 主要是反映現在民眾的狀況 以及排行榜的大洗牌 是整個疫苗接種的情況的影響力 民眾很擔心說 現在可能還要繼續等等 官方說可能8月份的時候疫苗會到位 這個時候來得及嗎 另一方面來看 我們現在三級警戒延長到了6月14號 很多的家長們哀哀叫 說現在打不到疫苗 我先打國家幼苗好了 到底怎麼樣可以一起共渡這一段 難熬的時光 有沒有一些育兒經可以來分享呢 都鎖定我們今天節目內容了 馬上先介紹我們這邊的來賓 這邊是安心區 第一位是我們日本研究學者 陳永鋒 歡迎陳老師 大家好 國際政治觀察家Russ 歡迎 大家好 美國耳科醫師吳靈岸 歡迎 大家好 吳醫師是剛從美國回來的 另外這個優心區 第一位是我們資深媒體人 彭博幹 歡迎幹哥 靖怡好 大家好 古怪教授陳燕 歡迎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最近大家在等 就是等這個疫苗 台灣的這個疫情 比我們想像中的 好像還來得一發不可收拾 到底現在到底該怎麼辦呢 我們先來看整個疫苗的接種率 全世界這個單位是百分比 百分之二十點四 所以全世界是平均一百個人 二十個人施打 然後這個看過來 這邊在歐美的部分 也是施打率已經來到 這個八成多以上 那最後一名吊車尾的 就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台灣 現在施打率做百分之1.2 我們上禮拜討論過 日本施打率也非常的低 但日本還有百分之六點三 這個禮拜才上升的 因為現在幾年六十五歲以上的 老人開始打了 集中打 否則上個禮拜還很低 上個禮拜還兩三% 兩%而已 我們也是增加一點點了 所以才增加到一% 本來連一%都沒有 我們連一%都沒有 本來 就必須承認 我們現在都誠實面對所有的情況 我們就是吊車尾 現在只有百分之1.2 這個時間點 我們現在聽到總統是說 現在採買了大概有三千萬機 希望是八月底可以到達 我想先問一下現場來賓 此時此刻 你覺得擔不擔心 擔心幫我舉yes好不好 不擔心舉no 兩位果然憂心卻很擔心 吳醫師也很擔心 只有老實說不用擔心 現在聽到不用擔心的 美國代表 不用擔心 我還是覺得台灣很安全 我覺得大家不要過度緊張了 台灣情況還是比其他國家好很多 但是疫苗什麼時候進來 我這一方面也比較沒有信心 OK 疫苗什麼時候進來沒有信心 但不要那麼擔心 對 曾老師你一半一半 我們台灣人超級怕死的 所以跟日本比起來的話 我們確實是大家觀得很好 日本年輕人到處跑跑 我們台北街頭跟東京大阪比起來的話 確實清空得很快 所以很重要的 在這裡一定要呼籲 未來的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真的是乖乖待在家裡 說不定會看到好的消息 所以你是不擔心大家警覺性 怕死的決心不擔心 一半一半 吳醫師 我覺得3000萬劑 感覺這數量是滿多的 只是說不曉得什麼時候進來 所以說現在比較緊急的情況的話 還是有點擔心的情況 只是因為還要等一陣子 OK 所以擔心是疫苗什麼時候到 對 因為大家很擔憂 就是8月底這個時間點 到底來不來得及 我跟我說一句實在話 我相信來得及 我相信我們的行政效率還是夠的 但最新的消息 慶應你知道嗎 COVAX 世衛組織COVAX這個平台 它本來是一個很有理想的計畫 就說要給全球92個國家的 10億人施打 結果COVAX剛剛宣布說 我們沒有疫苗了 也就是用光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印度 我們還記得 因為印度是最大的血精試驗所 他們是單一生產疫苗最多的國家 因為印度的問題 他們現在要忙著自己救自己 所以COVAX它現在合作的平台 印度那邊沒有東西了 所以用光了 我們當然會擔心 疫苗來的時間 6月底跟8月底這兩批 一定要真正的到貨 我們要趕快施打 因為現場8月底是千萬劑疫苗 買 也是說買了3千萬 其實對疫苗的部分 這個議題我不是很擔心 因為只要不要去喝茶就好了 然後不要去唱歌 不要打麻將 香港已經有很多傳播開 也不知道是在哪裡來的 對 然後還有就不要去動物園 不要跟獅子聚在一起 這樣基本上我覺得 問題是不大 但是 現在我們需要更多樂觀的想法 但是我要講 大家開始忽略了 我們一直把精神集中在疫苗 你不曉得現在歐美日 已經在動我們半導體產業的腦筋了 對不對 還有包括這一次疫情 我所看到的很多的店家 我認為這一波 可能我們國內的封鎖 這種封鎖的情況 我覺得可能要一直到10月 那對 到10月 我真的覺得會到10月 你就算疫苗進來了 你還要打疫苗 疫苗打完了 你才能逐步封鎖 現在講6月14號 大家真的不要太樂觀 因為到6月14號的時候 他會再給你14天 在14天 他會再給你14天 在14天 他會給你一直14天 居然就是這樣玩的 我身邊的爸媽已經半瘋了 接下來可能要全瘋了 還好我本來就瘋的 所以這一段對我影響不到 對我影響不到 兵器效用比較低 但是我嚴格講起來 我覺得對內部經濟的衝擊 可能會衝擊到 我們今年整體 原本去年衝上來的GDP的發展 這個我比較擔心 OK 本來預估今年情勢應該滿好 到5都有機會 現在開始有點緊張了 好 我們來看 現在是打疫苗 那麼之前 當然國人的心情兩樣情 之前大家滿緊張的 不是很想打 想說副作用這麼多 因為現在台灣打的是AZ疫苗 只有什麼血栓現象 歐洲那麼多國家都巨大 想問一下吳醫師 一開始美國在施打疫苗的時候 是不是跟台灣的情況也滿類似的 其實在美國要開始施打 去年是從輝瑞開始 然後莫德納 在新的東西被推出來的時候 大家當然是有疑慮的 所以一開始也是有遇到 施打的好像沒有那麼踴躍 其實可以看到在 這是美國去年12月開始 到現在的接種的速度 在3到4月 一開始都滿低的 在3到4月的時候 一路衝到一天可以打 3到400萬劑的疫苗 那時候就整個衝起來了 對 前面也是有經過一段段 就是醫護人員先打 民眾可能是先看 醫護人員打完的反應都還滿OK的 才開始慢慢的 然後也開放越多群組 一開始是老人 然後慢慢的年紀往下開放 到最近的確其實是有一點點 慢下來的情形 因為像最近就會慢慢的 好像3 4月過了 該打的 想打的很多都去打了 那最近還是有比較慢下來的趨勢 所以才會有一些其他的措施 要發展這樣子 對 因為這個台灣這邊 美國我知道他打的沒有AZ疫苗 沒有 AZ當然是因為英國本身生產的 台灣就是打AZ疫苗 這個AZ疫苗 很多國人擔心 但是吳醫師說 其實AZ疫苗 你覺得還滿適合我們台灣的 對 因為其實以現在我們 比較世界上的大廠來看 你可能聽說過的就是 美國是輝瑞 莫德納還有嬌生 台灣是用AZ疫苗 以現在台灣現有的 那就只有AZ的話 AZ的保護力其實還是滿好的 最近其實上個禮拜 在英國的他們自己的 官方的單位有發表了一個說 打完AZ兩劑之後的保護力 可以從原本的 一開始實驗上是70幾% 可以增加到85到90% 大概是兩劑之後的 AZ的效力 保護力 那他的確有說 這是在比較老年人身上 因為他們先打了65歲以上的老年 所以那個模式比較小一點 但是其實感覺他的保護力 還是很足夠 兩劑的話差不多要 要兩個多月 一開始英國是說12週更久 其實我們台灣是說8週 而且AZ它的儲存也滿方便的 是到2到8度C的溫度下就可以 最便宜 對 的確它的價格是最便宜 所以在韓國已經大量 施打AZ疫苗 好像沒有太多力的血栓的疑慮 歐洲的確是有 我覺得這可能體質上 也有稍微不同也有關係 所以目前好像我覺得台灣有AZ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OK 那很多人說 這是不是打完疫苗之後 就覺得 好像萬事皆安 可以稍微放鬆一點了 可以嗎 打完疫苗再感染的機率 在美國情況如何 這是在美國的話 我們從12月打到現在 那在4月30 有一個最新的統計 4月30的時候 大概有一億多的美國人 已經完成了兩劑的接種 就是完成了不是只打一劑 他們在公布他們還在感染 大概只有1萬出頭的人數 所以你用1萬去除以1億的話 大概是0.0幾%的機率 但是我們要小心一點 他們有可能 有些人去測出陽性 並沒有被去詢問 是不是曾經打過疫苗了 所以也許是稍微低估一點 但打完疫苗還是感染的風險 的確是比你沒打疫苗 還要低非常非常多 然後重症或是死亡的機率 也是降低很多的 所以有疫苗的時候 大家當然要趕快去打 剛剛我們呈驗神預言說 我們會一路到10月中 來問一下吳醫師 因為吳醫師在美國 你當時看了很多是輕症的 新冠疫情的病人 這段歷程你很了解 你覺得現在看起來 我們三級幾次到6月中 有可能會繼續不斷的拉長嗎 我覺得會繼續 到6月中的確是有點說得太短 我相信他們可能是要慢慢的評估 因為現在其實我覺得可能至少 我是告訴我身邊的其他家人 至少還要再兩個多月這樣子 好了 暑假就是大家一起在家裡 沒有 以美國的經驗 心力準備先做好 對 可能還要再一陣子 天倫之樂還有很長的時間 慢慢的享受 你會建議說 到底要增設一些 比較快篩站還是普篩 我不會說要普篩 但是我是希望如果基層的診所 也有機會可以比較多的篩檢的話 因為在美國當時 但我知道這個時空環境不一樣 可能比較難去做到 但我們一般診所 就可以去篩檢新冠肺炎 不會說只有幾個地方 因為這樣才可以 越大量的去測 但我不見得是認為要普篩 因為普篩有時候 沒有一定的意義 但是要針對特定的族群 然後由醫護人員來篩檢這樣子 OK 好 這段時間 大家就是做好長期抗戰的一些準備 我們現在當然 求疫苗若可 來看看其實世界各國 在這段過程裡面是花了很多的力氣 我們政府各單位 也可以來參考一下 人家幹不起來看 是怎麼樣獎勵大家來打疫苗 花了哪些的 一堆方案 菁瑩 非常時期 有錢能使鬼推磨 對不對 為什麼呢 你看 紐約州它竟然是 州長古墨說 我自己提供 美國職棒大都會大聯盟 和洋基隊免費門票 打疫苗有機會去看 對 你只要來打疫苗 當然也是要抽獎的 你知道嗎 有機會抽得到 然後樂透有五百萬美元 等於是超級樂透了 有些人真的好像好想跑去抽 你知道 我是說我們台灣人 聽到這個很想跑去抽 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再看二孩二周 州立大學全額獎學金抽獎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只要你從12歲 聽清楚12歲到17歲 考上了州立大學 12歲就可以進 你只要考得上 你來打疫苗之後 考上了之後 全部獎金 這個獎學金提供給你 時速免費就對了 再來看馬里蘭 馬里蘭這個 這個可能更恐怖 為什麼 因為它每天抽一個人 每天 天天樂透 天天樂透 為期40天 每一個人可以得到4萬美金 好 100萬以上台幣 當然你知道 美國人他們會營造氣氛 到最後一天 國慶日7月4號 對不對 那一個人會拿到40萬美金 所以我跟你講 有些人沒有打的 有些人沒有打 趕快去打 有些人打了以後 就開始痠了 就是說 那這樣公平嗎 不過如果這樣有效的話 這個抽獎一樣 我也是支持 所以說他們的施打率 都提升不少 最有趣的是泰國青脈 青脈竟然是什麼 它是送火牛抽獎 火牛抽獎 這個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其實在泰國 送火牛 北泰 就是說泰國 他們在北部的地方 他們以 你有多少牛 為是你的財產有多高 你來參加施打疫苗的話 你就可以參加抽獎 總共是24個禮拜 然後每個禮拜 通通會送一頭牛 本來只有幾百個人打 那個地方 在泰國青脈的梅珍線 現在已經上千人打好了 而且很多人更要跑來打 連別線的人也都想跑來打 這是全球 你看 為了要鼓勵你施打疫苗 都祭出了這一些 而我們台灣人 真的是看得心癢癢 真的 什麼時候輪到我們來辦這些措施 這時候大家說 疫苗在哪裡 這些生產疫苗的大國 到底為什麼 特別我們來看一下美國 美國生產的這邊 3.33億劑 但是出口只有300萬劑 但中國這邊6億劑 這邊願意出口2.5億劑 要問一下Ross 這個時候 美國為什麼出口的量這麼低 跟中國之間的疫苗外交戰爭 又開始開打 因為從今年開始打疫苗的時候 美國那個時候是 政府在做轉接對不對 從川普到拜登 拜登的團隊 剛上任的時候 也不知道 這個過程以後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 為什麼在上半年 美國是做出口疫苗 是比較保守 但是我想 美國已經 這麼多人打疫苗之後 現在已經很多人了 可能在下半年 美國就會願意出口更多 但是中間是 美國會出口到哪裡 這個真的是一個問號 不知道 台灣會有多少 韓國會有多少 日本會有多少 因為這些國家都像美國要 美國不能全部滿足台灣或其他的國家 這個也是不可能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過度批評我們美國 所以你說是因為之前因為政權的交接 所以拜登的速度慢了一些 還有因為不知道這個疫苗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 或者打疫苗的程序有多順暢了 所以那個時候就比較保守 OK 所以我們台灣可以分到多少 這個中央文小代表 外交部吧 那時候拜登也開始說 我們要開始做疫苗外交 也是不是為了要制衡中國 這個的確是美國的一個考量其中之一 但是拜登從競選到現在 他外交正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這個多邊主義的想法 所以他我覺得他 他的想法是他不希望美國單獨出口 他可能會跟COVAX聯合國 歐盟主要國家一起討論 我們就可以跟全球一起share我們的疫苗 他不希望美國會做一個單獨的行動 所以這個也是他另外一個考量 OK 拜登比較多邊主義 跟世界各國一起聯合來做 這個是我們回頭來看 當然現在台灣對於疫苗的大家 憂心士氣很多建議也出來 到底跟中國這邊拿疫苗好不好 還是跟日本來進行疫苗合作 問一下陳老師你怎麼看 我們跟中國合作 還是跟日本合作 怎麼樣做比較安心 各位自己想 日本製的東西各位比較願意買 還是中國製的東西比較願意買 差不多是這樣 而且現在有一個契機 可是這個也不是他們自己製的 也是國外買的 有一個契機 AZ疫苗 日本已經得到授權生成 但是上個禮拜宣布不用 日本現在打的全部是輝瑞 這個禮拜一開始打的 65歲以上的老人打的是莫德納 日本才1億2千萬人 但是現在疫苗的確保量 當然不是現在已經庫存 而是日本已經得到 契約上的疫苗量已經2億5千萬劑 所以量上是完全沒有問題 量上面 好令人羨慕 量上面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日本出現了一個非常麻煩的事情 第一 醫生不夠 第二 一個人的 醫生不夠 醫生不夠 問診要30分鐘 問診 平均一個人要30分鐘 主持人打過對不對 我們台灣其實不用那麼久 美國用嗎 美國不問診的 美國都不用 超市都可以打 日本一個人要用掉 將近30分鐘平均上面 所以中間如果有一些 問你有沒有什麼藥物的過敏 有人猶豫的話 又要排很久 現在65歲以上的人是公費 不用錢 不用錢的狀況 但是醫生不夠 另外願意施打的人慢吞吞的 還有申報預約的系統 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禮拜一開始施打 東京跟大阪的會場 再來會擴大到其他的大的都市去 但是仍然非常緩慢 在先進國家裡面 而且最重要的是 AZ疫苗上個禮拜通過了審查 但是日本政府決定 暫時不打AZ疫苗 所以我現在提出一個想像 如果我們真的很缺疫苗的話 可以跟日本合作 剛剛說AZ蠻適合我們的 他們也不打對不對 存那麼多 我們跟日本關係也很好 不論互作用的問題的話 確實這個是可以交涉的一個議題 特別是唐鳳最近在日本開了好幾場視訊會議 包括禮拜五 跟日本的河野太郎負責處理疫苗的大臣 要一起視訊會議 河野太郎先講10分鐘 唐鳳要演講40分鐘 所以也就是說 不是沒有接觸的機會 而且對方很需要我們的半導體 Sony現在已經提議要跟台積電 一起在九州的熊等設廠 一兆日圓左右的規模 但是內容當然現在還不知道 所以有種種的交涉的可能性 都在這裡面 河野太郎在這裡 這個就是那個會議 日本經濟新聞辦的會議 這個禮拜五 河野太郎在前面 唐鳳在下面要演講 所以這個都相關聯在一起 不是只有我們需要別人的東西 我們要更有信心力點 別人也需要我們很多東西 所以半導體換疫苗 用換比較難聽一點 這是做生意以上的事情 而且我也相信美國再來也會 不管用什麼樣的形式 會提供台灣疫苗 上個禮拜在華盛頓 韓國的文在寅總統跟拜登總統見面 裡面還提到台灣問題 所以既然提到台灣問題 總要做一些實質的行動才行 我們討論好多集說 就是美國日本都想保護台灣 首先要保護我們的健康 對不對 有健康可以繼續晶圓帶工作 晶片半導體嗎 很重要 相對的我是覺得樂觀的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日本另外一個討論 到底奧運要不要辦 你剛剛講其實劑量是夠的 但是醫生一個人半小時 慢慢打打打打 要打多久會打完 日本納稅額的前十名裡面的兩個人 軟體銀行的孫正義先生 我們這裡也很熟 樂天市場 樂天集團的三木谷先生 三木谷講的有意思 如果辦奧運的話 全世界的變種病毒全部到東京展覽 然後孫正義先生 因為不辦奧運當然有違約金 但是孫正義直接講 日本人如果還在在意違約金的話 會付出比違約金更大的東西 很輕鬆的可以理解 但是大企業的老闆們 創業者們 這個都創業者 在日本已經提出了 這樣實質的呼聲的話 我看是有點困難 而且民間最近的所有的民調 70%以上的日本人 覺得不應該再現在辦奧運 開幕日是7月23號 而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 已經到了6月20號 離奧運的開幕 已經是五週前 六週前的事情 所以我看是不是太樂觀 這邊美國國務院也建議 美國人不要去日本 這是重重的一集吧 羅老師 國務院 美國的國務院公開的 建議美國人不要去日本 不過美國當然是一個個人自主很高的社會 所以如果選手要去的話 大概還是可以去吧 還是可以去 但是已經建議美國人不要去日本 所以這個倒過來講是 日本現在的狀況不是那麼安全 是 當然什麼違約金這些 在生命的面前 其他事情都算是相對很小的事情了 我們來看看 在這個疫情發生之後 我們的生活出現了很多的改變 我知道你在家裡猛打幼苗 因為還打不到疫苗 怎麼辦 怎麼度過 我們心情網告 我們心情網告